开车接电话的危害很大 那如果开免提呢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留言终结者第15集第10集 大家好 我是安哥 带上我们的赛车手套 本期终结者要花一整集的时间 来解释危险驾驶中的危险是什么 首先来验证驾驶时打开手机的风险 很多法律已经明令禁止开车时通话 有则留言还宣称 免提电话对安全驾驶毫无帮助 因为这样也会让你分心 为了探寻真相 终结者团队协助老司机代夫 正在构建一个虚拟驾驶场景 第一部分是回车障碍 为了测试司机打电话时 转向的灵活性 出来之后要马上刹车 降低速度使劲偏离车道 再之后是一个T型的倒车系统 不准碰到任何路追 亚当和杰米只知道要控制自己的速度 对路线障碍之类的一概不知 哥俩各会进行两次测试 一次手持通话 一次免提通话 但顺序会反过来 避免每次测试后对路线熟悉程度增加 而导致的实验无差 大夫写助亚当检测驾驶情况 杰米坐在控制室 负责打电话分散注意力 测试开始 问题一 如果你能去参加奥运会 你会参加什么项目 普通对话主要刺激 脑部前额叶皮脂 问题二 要求亚当把他说出的两个数字加起来 再把后面的数字加到下一个数字后面 视觉上的重复叠加 主要刺激脑部顶印 亚当回答的证悟并不会对整个实验数据有所影响 真正测试标准是他驾驶情况 而提到这个则并不理想 路锥被撞倒不少 只有一只手掌控方向盘 加上被问成了一团浆糊的脑子 测试到最后 亚当出色的得了个不及格的73分 第二次测试免提电话 由于汽车故障 所有设备都转移到另一辆车里 当然并不会影响测试 像上次一样 亚当必须开完所有路线 同时完成解密给出的各种问题 尽管他的大脑有明显的负担 但车开得越来越好了 最终的成绩有所提高76分 不过貌似并不是因为免提通话 而是臭弟弟对路线熟悉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 解密的测试将改变顺序 先免提再手持 一边回答着亚当的问题 一边还要躲避障碍操纵汽车 解密今天的开车成绩 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了 足足有66分 短暂的重新准备过后 解密迎来了第四轮 也是最后一轮测试 解密手持通话开始创宽 尽管单手握方向盘 且开车途中换了手拿电话 但最终的成绩竟然是72分 这对留言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个留言是真的 那哥俩免提和手持的分数应该接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数据显示二人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第二次的时候表现更好 因为他俩已经熟悉了路线 不过还不能下最终结论 所以接下来是时候让留言升级了 斯坦福大学的汽车创新实验室 为终结者展示了一个虚拟世界 这就是他们最新的汽车模拟器 能让人完全沉浸在一个 由计算机设计和控制的世界 可以向其中加入各种想要的因素 对于测试分心驾驶 这台价值上百万美元的机器 是他们能找到最好的模拟器了 这30名支援者 会被测试他们能否在接着电话的情况下 还会很好的遵照驾驶以上的指示行动 司机会带上眼球追踪装置 能精确的记录驾驶时眼睛所看的地方 一切准备就绪 杰米将成为第一个小白鼠 在模拟器中 杰米手持电话 逐渐因为亚当的问题不断出错 并且偏离了导航路线 没有休息 马上投入到免提测试 像上次一样 他没有撞车 但是忽略了导航仪 这意味着这次测试也完了 接下来 这按照们的表现各有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几乎都搞砸了 不是撞车 就是偏离导航 终结者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所有数据 30名司机 一半手持通话 一半开免提 手持通话组 一人通过 五人走错路 九人撞车 免提组 一人通过 六人走错路 八人撞车 看来基本没什么差异 而眼球追踪仪的数据则是 在所有的30个司机里面 他们花费的时间都在找路上面 那么留言重视 开车免提通话和手持电话一样危险 下则留言 倒着开车 一位英雄沿着单行车道向下行驶 有个坏蛋拦住他的路 无路可走的英雄 一个神龙白尾 倒着开车 一高速穿过车流 然后逃出了这场追逐站 终结者团队来到了科洛斯 兰丁机场 这里宽宽的跑道 配合上风和日的天气 是完美的测试条件 哦对了 还差一辆车 电影里面 人们驾驶的技术都是一流的 但放到现实中 还是那么回事吗 倒着开车 真的能像好莱坞里 那么快吗 他们准备在跑道上进行测试 测速机已经就位 先正常行驶 看这辆车能跑多快 杰米的驾驶技术值得信赖 初次成绩 时速128公里 对于这个改造的出租车 而言非常不错 那倒车 是什么光景呢 杰米开始了 但看起来 显然不够速度激情 即使猛踩油门 看起来也像老太太在开车 时速50公里 不甘心的杰米 要再来一次 这回油门直接到底 速度明显有提升 最终成绩 时速87公里 这次的速度与好莱坞相比 接近了不少 不过想做出电影中那样的技巧 对于哥俩来说 还是太难了 第一 方向盘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急速行驶中很难控制方向 第二 关于视角 到车时 要么看后视镜 要么翻过身来看后面 这意味着你大脑要进行复杂的选择 来处理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 稍微出现失误 就会酿成大祸 即便如此 终结着团队 还是设计关卡 在场地设计了很多路障 回转障 游行掉头 快速过弯 以及双击转弯 这样的测试 对影片中的老司机而言 都是小意思 但换成终结者会怎么样呢 亚当开始了 一开始他无视后视镜 用侧身看的战术倒车 结果并没有什么卵用 不只是因为 转向技术装飞了很多路锥 还因为挤慢的速度 导致分数更难看 全程下来 1分07秒 接下来 杰米是否可以掌握方法 并且倒转这个留言呢 与亚当不同 杰米使用的是 后视镜 加侧身看的战术 但这也没能改变什么 他的撞击次数 比亚当的还要糟糕 最终用时1分12秒 这对于留言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测试还未结束 因为他们有一个 精通倒车的老司机 布莱恩警官 位于加州一个 紧急车辆操作课程教练 高速倒车 对他来说小菜一碟 布莱恩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无视掉所有路线 设置一条更好 更直接的新路线 八个回旋 每个追桶间隔23米 依次来教导哥俩 怎么更好地操控倒车 首先是坐姿 靠着座椅 放松安全带 尽可能地转到面向后面 让身体差不多 处在车中央 左手一直都不会离开方向盘 布莱恩用时速66公里的速度 驶过路线 非常漂亮的技巧 看来哥俩需要学习的 还有很多 经过两个小时的训练 亚当重新挑战障碍路段 这次开得很快 很稳 用时57秒 戒指撞到了一只路锥 结果相当令人惊讶 最后在加州 马列安的一个废弃街区 团队设定了一条真实路线 让杰米亚当进行表演 亚当倒车逃窜 杰米也开车追踪 路上的障碍 基本全都撞翻 最终在一个96路口处 险些出局 毫无压力的杰米 为自己提升难度 也把车倒过来进行追击 结果臭弟弟不生气 自己把自己捏停了 但是二人行驶了 非常长的一段距离 不管多少速度和机动性 开着倒车的时候 都可以拥有 看来留言是有此可能的 本期留言中间者 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开车时 免提通话和手持通话 微害一样大 倒车急速行驶 在驾驶者技术足够时 是可以媲美正常行驶的 今天留言挑战 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如果听过 有趣且可信的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观众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